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圓A 它的半徑是等於4 這個半徑是4 然後A點的坐標 就是圓點 那個圓心的坐標 是等於2點 那圓A與X軸交於EF兩點 與Y軸交於CP兩點 過C點做圓A的切線 加X軸B點 第一個 它要求什麼呢 求直線BC的方程次 就求切線方程次 那我們看 這一點是多少 這個圓它的方程次就是 X-2的平方 這個Y平方 半徑是4 等於4的平方 好 那這一點呢 這一點的話是 X軸交於0 的圓上的一點 X軸交於0 這得到多少 Y平方 等於4的平方 這代0 就是-2的平方 16-4 這12 所以Y是等於多少 2跟3 所以這一點 X座標是0 Y座標是2跟3 好 那我就帶切線公式 一半一半 好 就是說 這一點 座標是0 0-2 X-2 加3 Y座標是2跟3 2跟3 Y 等於16 好 這個就是它的切線方程次 好 那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-2X 加4 加2 根號3Y 等於16 約掉2 2 2 1 2 8 16 那通常把它移過來 就是X 減掉根號3Y 加2 加2 8-2 6 等於0 這個就是它的切線方程次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第二小題 它如果拋線 Y等於 A X平方 加V 加C 這個拋線 的頂點在VC線上 在VC線上 好 那 的頂點在VC上 然後與EXO的交點 恰為原A 與EXO的交點 就這兩點 這兩點 也就是說 它拋線的話 通過這兩點 那 跟VC相加的那個是0點 好 那麼它就是說 這個拋線的話 能是為何 好 首先我們看 這兩點 它的終點 是 是這個原心 所以 這個 通過原心 跟這兩點 連線 垂直線 的 這一條線 就是對稱軸 也就是對稱軸 是X等於2 這對稱軸 跟什麼呢 跟這一條直線的交點 這個就頂點 因為它說頂點在這一條線上 好 那我就把這個2連帶進去 這一條直線 我把 X等2帶進去 根號3y 頂多少 2帶進去 這是8 所以 y 是等於 根號3分之8 所以這一點 它 這個是頂點 我們叫做 嗯 P 這個是 X座標是2 y 座標是根號3-8 好,那提點求出來以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令 這個二次函數是多少 是 y 減掉根號3-8 等於多少呢? 等於這個 a 乘以 x 減2 的平方 這碗口向下 所以這 a 是小0 好,那現在看通過哪一點呢? 這一點的話 這一點是那個 半徑是4 所以是60 那我把這一點帶進去 就可以求 a x 代多少代6 y 等於 所以就得到 負根號3分之8 等於 a 乘以多少 4的平方是16 8 8 8 26 所以 a 乘以多少 a 是等於那個 2 根號3分之乎1 好,那這樣我就曉得 這個 y 是等於多少 y 等於 y 等於 a 乘以2 2 根號3分之乎1 那裡面長開來 x 平方 減4 一個4 加4 那這就多少 再加一這一過來 根號3分之8 好,那我把它給 整理 第一項是 2 根號3分之 負x 平方 第二項是 加 根號3分之2 x 第三項是 根號3分之2 負2 加 根號3分之8 是 加 根號3分之6 那我如果把分母有理化以後 就得到 y 等於多少 上下乘以根號3 6分之 上下乘以根號3 6分之負根號3 x 平方 再加到 上下乘以根號3 上下乘以根號3 x 再加到 上下乘以根號3 那就二根號3 二根號3 二根號3 這有一個答案 好 然後再來 第三小題 他要你判斷 c是否在拋線上 問這一點是不是留在拋線上 那就把它帶進去看看 看板不滿足嗎 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 當你x帶多少 帶2的時候 當你x帶2的話 那就是 y 減掉 根號3分之8 0 多少 a 是 2 根號3分之1 當你x帶2 就2 減2 平方 這是等於0 所以要得到 y等於0 所以要得到y等於什麼 跟到3分之8 沒錯 就在上面 就是 a等於0 你帶2的話 我看 判斷c是否在拋線上 c的話 c這一點 n-sr標是0 所以這裡帶錯 n-sr標要帶0 才對 那帶0以後 這個就變成 多少 變成這個是4 所以是 根號3分多少呢 3分之 乎2 這2的4 約掉一個2 那移過來 再加多少呢 根號3分之8 所以這個等於 根號3分之6 那根號3分之6 3分之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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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答案是2分之3 沒有錯啦 當你x帶0的話 那y座標呢 就是等於2分之3 也就是說 這一點的話呢 是在什麼呢 是在這個拋線上面 是在拋線上面 沒有錯 所以4 4 你就把c這點 帶進去看看 滿足 滿足了 所以c點 是在這個拋線上面 這個是拋線 我就帶這個拋線 你把什麼呢 你把這個0 跟根號3 帶進去 看不滿足嗎 滿足了 就是4 所以第三小子是4 是4分之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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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4分之3